神之領域 是榮耀歷經第五個年頭時 開放的公共地圖 這裡擁有難度更高的副本 更強力珍貴的裝備材料 為了鼓勵野外PK 角色死亡後的裝備調律極高 是高手 就總會在神之領域相見 這裡 才是玩家最終拼搏的熱度 是不是準備要開始了 而神之領域的挑戰任務 主要有兩大部分 各類流程任務和競技場 流程任務裡除了打BOSS 和收集固定材料外 還有最讓玩家頭痛的技巧挑戰 對這傢伙來說 大概完全算不上什麼問題 越二十級單挑 行不行啊 系統已經完全無法阻止它了 不過 另一項挑戰 葉兄 競技場任務 對手不能低於自己 而你又是地時區等級最高的了 你想好怎麼辦了嗎 只能先拖著 等著其他人升級上來了 真是耽誤時間哪 來 來 陳老闆 先檢好啊 不光 小桃 回來了 路上堵不堵啊 還好 今天挺熱鬧的呀 這操作好溜啊 那邊是在幹嘛呢 什麼年頭呢 居然還有人玩傘傘 到五十級後可沒經驗吧 這個葉修 他在做神之領域挑戰任務 這個葉修 於是就遭為乖了 這麼忙啊 我從來沒有見過五十級做這個任務的 回來了 這個 我見過 我幫果果做過這個任務 基礎操作都要找人帶打 必試 我覺得難 不可以嗎 老闆娘你這 我能做這個任務嗎 還差點 那我接著去做練習 不直接上了 你不說我還差點嗎 我們小棠 越來越像職業選手靠攏了 葉修 怎麼樣了 還算順利 只是這個競技場 第十區沒人和我玩啊 那個兄弟 能和我打一場嗎 我是八曲的 角色叫升空 我去 怎麼了 沒事沒事 你去建房間吧 我立刻過來 好嘞 你怎麼了 傻掉了我 我看也是 這麼基本的設定 我居然都給忘了 靖技場可是能跨區的呀 你怎麼都不提醒我一下 對呀 總算能解決了 靖技場 走起 你聽說了沒有 最近自己常來的個神人 爬五十七 就敢挑戰各路滿級高手 真的假的 超二十幾的 真的真的 煞五五不剩 現在已經連剩五四九場了 不會是作弊吧 來 姬莫 我要投訴 軍莫像用作弊器 冰系統核查 該玩家賬號正常 你看看 人家靠的是真本事 軍莫像你們都不認識 他可是我們第十區的傳奇音 房間十八六九 重來沒關 老大威武 老大地上 他真的要完成神聖領域挑戰嗎 我們也要努力追上 薛莫像 手持滋滋飲武的散人 有意思 等他來了神聖領域 我們卻會會他 崔經理 我們第十區的開荒工作 進展得非常不順利 主要原因在於夜秋 副本記錄基本被他壟斷了 繼續 他和他的星星公會出進了風頭 還跨級挑戰神聖領域 鬧得沸沸揚揚 丟人 怎麼說也是職業大神 跑到網遊裡去出風頭 崔經理 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啊 其他工會應該知道他身份了吧 都什麼態度 他們選擇退讓 包括霸圖 對 難道真就讓他順風順水地重新崛起 目前都在傳言夜秋準備組建自己的戰隊 這樣的話 雖然他是家事的工程 但也會成為我們的競爭對手 我們祝福他能成功 但作為對手 沒人比我們更了解這個對手的可怕 所以 我們也要做些準備才好 夜秋你妹啊 和那麼多人都PK了 怎麼就沒時間和我打一場啊 是任務中 等級比我低的小孩 麻煩自己退出 等你進了神聖領域 給我等著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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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啊 你怎麼怕成這個樣子啊 神聖領域才更要保持警惕 對其他工會來說 這裡才是他們的大蟻英